打开情感束缚直面真实自我 大家好,我是文哲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哲探亲 在爱情里,女人总是矜持内敛的那一方 而男人总是主动热情的那一方 不过女人在爱上男人之后 女人的胆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她也会不经意的给男人一些暗示 让男人明白自己的心意 男人和女人在交往的过程中 偶尔约个会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如果一个女人在和你约会的时候 把你带去以下这几个地方 那就说明你可以搞点小事情了 那么究竟是哪几个地方呢 想要知道的朋友啊 不妨听文哲说一说 第一,公园 公园是一个既明亮又暧昧的地方 在这种环境之下 男女之间的感情会受到气氛的感染 会让两个人有一种很放松很惬意的感觉 而且啊公园的占地面积一般都比较大 两个人在欣赏风景的途中 可以说说话聊聊天 增进两个人之间的了解 更为重要的是啊 像公园这种地方 一般还会有情侣餐厅咖啡厅等等 这些都是女人暗示你表白的信号 身为男人的你啊 可不要傻傻的不懂 第二,景区 两个人到底适不适合 进行一次旅行马上就能够清楚了 这是因为在旅行的途中两个人会有一定的肢体接触 可以看得出对方感情是不是真实轻易 如果一个女人把约会的地点定为一个景区 那就说明她已经在幻想和男人以后的生活了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男人对女人表白的话 成功的几率会更高 第三,恐怖鬼屋 男人和女人约会的时候 选择的地方一般都是比较浪漫的 没有任何刺激性可言 如果一个女人把约会的地点定为恐怖鬼屋 那就说明这个女人是想要追求刺激的 也是需要你的保护的 身为男人的你 可以一定要好好的表现 让女人感受到你的男子气概 女人在和你约会的时候 把你带去以上这几个地方 那就意味着你可以搞事情了 聪明的男人啊 一定要把握得住 好了,本期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 如果你在情感方面有什么困惑 可我可以在下面的连续